嗨 虛寶們 我是虛妞的Nancy 今天呢 我邀請到我們學院的藝術總監 Carrie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Carrie Carrie老師今天還穿著我們的制服 有沒有 代表著她剛剛還在接學生 然後我們就一路安排好 現在馬上來準備錄影這樣子 聽說你們最近學院招生招得很厲害喔 最近呢 學院招生的狀況非常的熱烈 因為大家都會發現說 很少在店裡看到我們Carrie老師了 因為我們Carrie老師幾乎是 比較全新的投入在我們學院教育的這一塊 最近確實我們的學生報名的很積極很熱烈 來自各行各業的學生都有 真的 大家想轉職 做的比較久了 比較故障的 可能是想換一個新的行業 我聽說你們有護士 然後房地產的 都有對不對 好特別喔 所以其實大家很多人是對美甲有興趣比較多嗎 還是是說他們想要自己創業 很多情況都有 然後我們也會針對不同學習目標 比較深為他設計他自己的課程內容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比較多是一對一的小班子教學 對 是的 這一塊呢 我們就先暫時到這邊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來做藝術美甲的 今天我們就來跟Carrie老師討論一下 我們今天藝術美甲的內容 然後我跟Carrie老師有大概討論了一下 雖然因為夏天的嘛 所以我們就是兩種模式 一種是那種比較貼小 最會很暈淡的 另外一個圖片是花花的 對 花花 所以Carrie老師你會怎麼去運作 我可能會把你想的這兩個造型 去給他做一些連接 做一些合併 有你想要的色彩的元素 會有一些春天夏天花花的一些元素在裡面 上一次Carrie老師上一個教學是土闊 所以我們有做過一點點暈染 今天也會再講一次對不對 對 不同的暈染的技巧手法 對 也是這樣 喔 不錯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 想要來問問Carrie老師 其實我們常常不管是跟虛寶們 或者是跟學生們強調說前置的重要性 那這一環的話也是在我們學院裡面有教學的 對不對 對 我們很注重在前置處理上面 我們三級的課程基本上都是圍繞著 基礎的手部跟腳部護理去做教學的 基礎護理的部分它是一個美甲很重要的一個基本功 只有前面這些動作都學好了 我們才可以進行後面的一些效果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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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一兩隻手指頭斷掉了 所以呢 Carrie總監就幫我用延長的方式 把長度給接回來喔 接下來就準備上硬膠啦 很多人會把假油膠跟硬膠搞得不太清楚 假油膠呢 就是只有一層顏色 它差不多在手上維持7到10天 那硬膠呢 就是像現在這樣 底上鋪一層底膠 它可以維持3到4個禮拜 大家可以依據自己不同的需求來做選擇喔 首先呢 Carrie總監先在底層塗上一層人魚粉 用手指指附下去塗的效果 會比比還要更加漂亮喔 接下來呢 要來自製一顆大寶石 底部先用這些貝殼去堆疊 然後呢 再用硬膠把周圍給拉上一個圈 第一個土圓拉完之後呢 先照燈 再拉第二次 讓膠堆疊的更高 寶石就會更有立體感喔 我們今天貼的這個鑽它是在最外面這一層 所以我貼鑽的這個膠用的是免洗的黏鑽膠 這樣我們貼完以後再用一點點的免洗鑽去填一下縫就好了 就不需要再用另外的膠去做封層了 我會準備比較多的飾品 一邊貼一邊看一邊可以去調整 哇這顆也太fancy了吧 剛剛你有說到這個是想要走一點那種巴洛克風格 所以它有元素就會有金色啊珍珠啊 珍珠啊 對各種珍珠 我會放一些各種顏色的貝殼 有夏天的感覺 我們在貼貝殼的時候 貝殼的大小如果不滿意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自己去把它進行一些修剪 修剪到你滿意的一個大小 再放到指甲上面去 通常貼比較立體的飾品的時候 我們用的黏鑽的膠都會好像這種比較硬一點的這種膠 這樣的話你的立體的鑽就不會跑來跑去 還有一些小的這種金屬的鏈條的飾品 也可以隨意的搭在這邊 根據客人指甲的大小啊 還有它的假面弧度去調整 我們還可以再搭配一點閃的鑽 因為我們的珍珠跟貝殼都是沒有那麼強的閃光 所以我們可以放一點鑽 讓它整體上有一個跳躍的一個差別 提亮的效果 已經都曬燈固定好以後 為了它的立體感 就只把它這個縫隙的地方 給它填到一些免洗的封層就好了 即牢固保存它的立體效果 金屬的飾品呢可以多放一些蓋起來 因為大部分的金屬飾品都會有氧化的一個問題 所以把它蓋起來它就不容易氧化變色 是否可以放在這裡 放一個雞性的指甲 我要放一些雞性的氣質 對雞性的氣質 你也放在這裡 很快 也放在這裡 在這裡 可以放在這裡 大部分 然後我們可以放在這裡 我们可以再换一个稍微饱和一点的透白 再给它加一点层次出来 让它的层次感就更明显 最后一层换一个最饱和的白 然后放一点点在这个最重的海浪这边 我把我们的白色的边缘的地方稍微拍撒一点 做完了 我这一副呢又跟上次一样非常的金贵 因为总监他每次都把我越加越多 金条一条一条的都加上来 总监你对这次的设计有什么看法 这次的设计就是比较夏天的海滩风 然后有夕阳跟海浪的感觉 总监在说的就是那个暈染的那一支 因为它橘色就很像夕阳 然后蓝色就很像那个扛困的大海 我就瞬间觉得我是我的扛困 然后扛困上面又把我加金条 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一次总结了 总监你教了我们如何把这铺铺行 暈染 对就是这两个大总点这样子 然后像我们学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我们在学院的部分就是如果对美甲有更多的热情 或者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话 我们其实会提供很多不同部门的工作机会 我们CNEL三家门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给学生 因为很多人其实就是学完之后 比如说你在BCC那些学完之后 就是要自己再去找另外的工作机会嘛 那我们这边很好的是我们学界跟业界是连结的 所以呢你想继续发挥长才就可以继续留在我们的许鸟 但是说我们要经过考核啦 对对对对 要经过考核 没错 好啦感谢总监今天已经上了营天的课 然后又录了营 她现在要回家带小孩了 因为方便她也是很厉害的职业妇女 充实 对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 然后我们也会有 我们现在 可以啊不要 对我们 干嘛不好意思啊 我们准备好了这么快就问我 哈哈哈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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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